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这次依然有很多高难度的问题 不过我早已精准谈了一切 放马过来吧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年末KPI考核表吧 年末KPI考核表 姓名不用说了 最有吸引力的身体部位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没什么好回答的 因为都有心 2021最有成就的事情是我拍了历年来最多的戏 拍了四部戏 鼓掌 然后呢也播了历年来最多的戏 播了五部还是六部戏 太多了 非常开心 存货都没了 太棒了 鼓掌 鼓掌 2021最感动的瞬间 我的粉丝朋友们去做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公益 让我非常感动 2021年的口头禅 恭喜发财 三个优缺点 实在是没有缺点 开玩笑 缺点挺多的 优缺点 优点 2021的优点 我觉得是在演技上有进步 一部戏比一部戏都有进步 未来还会有进步 请大家试语来吧 缺点 2021年的缺点 我希望我自己能在台词上面有进步 然后呢 其实 沉睡花园这部戏 我个人是非常想用原生的 然后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呢 也是同期生的标准收的 以至于有一点杂音都不行 但我的配音老师非常厉害 我觉得是给角色是起到一个加分 有加持的作用的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呢 是为什么没有用原生 是因为 然后一是这个沟通成本 然后第二个呢 是有些很多台词需要修改 第三点呢 是怕这个时间赶不上 有这么几点的原因吧 所以呢 还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这部戏没有用原生 我个人非常想抽空去配 怎么说呢 我也尊重他们吧 但后面的戏 至少现代戏我必须都保证是同期生 年度BGM Top 3 夜曲 跟我一起唱 为你弹奏小房的夜曲 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我好喜欢你 爱你 爱你没有绝对 爱你就是绝对 2022年的心愿清单 2021年是我提升 进步特别大的一年 我也希望2022年呢 能拍很多有质感的戏 多拍一些没有尝试过的题材 人设非常有趣的 反转挺多的剧 我个人非常气质 那接下来我们画一个你的自画像 又画自画像 又画自画像 我们需要你的这个3.0版本的自画 这是火台人式的自画像 画的是这种 没有进步 在画画这件事情上呢 我是一个没有进取性的人 你要画一个火台人吗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画 还好你们这有个参考 那我就按照你们的参考来画吧 是不是想的这张照片你买的一笔 哪张照片我都买的 腾带是帅气 这个脑袋有点大 大一点 眼睛 鼻子 嘴 耳朵 耳朵画大了一点 有点像招风耳 微笑 给大家展示一下帅气的我 是不是很像呢 这次画工可是有进步哦 不错不错 像一颗萝卜头 还是像一个那个白菜 还是那个我们成都画的那个薄儿彩 好 我们这台进入这个娱乐圈 支持小顿打环节 第一个呢是要紫图填扣 我给你句话 你让我自己填填 没问题 第一句是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龚俊真的很准怎么样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龚俊的戏真的很好 麻烦了下周一的课程 从一步到五步 你看到这 谢谢你 我把星星在你一起了他的事 还剩最希望 还得做得不老 谢谢我的世界 好 第二句 龚俊的歌喉 龚俊的歌喉怎么怎么样 龚俊的歌喉 那简直是天籁之音 必须得多听几遍 单曲循环起来 循环起来 循时循时循环起来 好 第三个是 什么什么让龚俊狠狠的 怎么办 沉睡花园 让龚俊狠狠的期待 好 第二个是 看不太明星的环节 要在给出的明星部位里找出正确答案 在这个里面找到乔欣 找到乔欣 对 这都是你认识的演员 这个还是这个呀 我认识的 你先找一下乔欣 乔欣眼睛挺大的 这个是乔欣 这个 对 他是乔欣 真的假的 他确实是 是吧 可以来找一下自己吧 什么个意思 这是我吗 这个是我吧 虽然这肤色有点不像我 虽然这肤色有点不像我 可以看到后面的正确答案 真是我 对 这是你前两天的一个举步截图 这有这么黑吗 有这么黑吗 有这么黑吗 你是不是把我批黑了 没有 这是哪张图 什么这么黑 我就可以找一下 好的 首先请工具介绍一下新剧 《沉睡花园》 因为这部剧想一个宣传文案吧 各位同学们 我的新剧《沉睡花园》 正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热播当中 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各位同学们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我演的《沉睡花园》非常 一定要来看啊 不会骗你们的 家人们快去看《沉睡花园》吧 在最短的时间里 让你享受到最极致的快乐 就是赶紧去看 你林生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闪光点吗 哎 它其实身上闪光点挺多的 首先大家看到后期一定能看到 我觉得哈 有些女生挺喜欢看的苏点 哎 林生有的 这是必须的 其次是她在处理事情上 处理一些心理 可能需要疏导的朋友们 身上这些病例的时候呢 哎 也非常的有魅力 这是她在工作上面 其次呢 她在对于自己喜欢的角色 萧萧的时候呢 非常的甜 非常的有套路 至于怎么套路 哎 大家在《沉睡花园》中就知道了 在拍摄过程中 有没有特别感同身受的案例 最感同身受的 就是《沉睡花园》那个 有讲一些其他的情感上面的问题 比如说哈 这个什么PUA什么的 我们《沉睡花园》紧扣当下 这个实时的这些热点 如果生活中有遇到过类似 心理上啊 需要疏导的同学们 类似的问题呢 可以说不定可以看我们《沉睡花园》 在当中找到她 其实我看到一些案例哈 其实觉得挺吃惊的 但是确实有新闻 确确实实的这些案例 发生在我们生活周边 那演完这部戏后 觉得自己的变化是什么 就是内心有没有变强大了 其实这部戏啊 林生是需要去帮助很多内心上 需要疏导的方法 在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有些喜 其实对我来说有些沉闷 说因为你需要去帮助别人 然后有些台词是 你需要走进她的内心去窥探她 然后才能帮她进行疏导 对症下痒 对我来说的帮助 可能是遇到这种情况的哈 我知道该去怎么 也不能说专业吧 尽可能的去帮助到我的朋友 或者同学 虽然我也没有遇到 那工晋觉得自己演过的角色 你哪个智商最高 我演的角色 都是最重要 没有智商低的 没有智商低的 回答的时候会有点反弹 心动啊 你报告 眼神躲不掉 想说就想要逃跑 几个意思 几个意思 尊重我吗 那你最想尝试的角色是什么 悬疑一局没有演过 但是沉睡花园 其实是带着悬疑题材的 有些戏份也挺吸引人的 大家得一直往下看 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个人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那你觉得自己最不能驾驭的角色是什么 有些戏的要求 就是年龄跨度 可能从很小演到像老人 他还得办老人装 可能老人对我来说现在 可能演起来稍微有点挑战 我们得去多借鉴一下 没有接触过 那支持 这样觉得 公俊未来还想跟谁合作呢 实力派的演员我都想学习 铃声 霍言 寒夜和公俊分别是什么天花板 铃声是沟通天花板 语言 天花板 霍言是行动派天花板 寒夜 哎呦 寒夜挺苦的 他能有什么天花板 家国天下 胸怀大义 天花板 那宫俊是什么天花板 宫俊没有天花板 宫俊是地板 宫俊是地板 那你都是地板 能演他们就很开心了 我是地板 他们是天花板 2022年宫俊 产业 徐思 都会上怎样的热楼词上了 徐思 大家去给他设定就是扎苏嘛 其实我演的时候也特地想往这方面演 因为也没有演过 这种角色确实特别开心 就因为给我发挥空间挺大的 家苏许词 因为可以反着来演 有些东西你觉得 他对女主就必须得 哎 百般呵护 不 他就不 然后寒夜 是太虐了 我觉得所有虐的词都能用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难过的 宫俊2022年会上怎样的乐所词 哎 我有一部歌曲作品 是非常喜庆的一部作品 很快就会上线了 大家尽情期待吧 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有魅力 认真工作的时候最有魅力 2021年的龚俊唱功有没有进步 有 绝对有进步 绝对有进步 分支看什么歌 龚俊觉得自己上过最离谱的热手是什么 最离谱的热手 唱歌好听 龚俊好听 就让我挺离谱的 我一个朋友歌手在飞机上 然后他在听歌 飞机上有个榜 新歌榜 我居然排第一 我居然排第一 打败了好多实力拍的歌手 让我有点惊讶 龚俊觉得2021年自己的名场面是什么 能播这么多戏 能拍这么多戏 就是我的名场面 那你在今天采访中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想拍什么类型的作品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 那请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回答 往实力派的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拿到自己想拿的奖项 这是一个大目标了 这是几年之内的奖目标 希望他尽快实现 说不定到不了五年 所以你几年就实现了 借你吉言 借你吉言 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公俊这一年都很忙碌 都怎么失解压力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失解压力的方式 看到自己有成就 有进步就挺开心的 就是一种失解压力的方式 看到自己的作品 那有没有考虑 比如说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要就是放松一下 或者是什么年一代 最近没有 对 休息时间也没关注 那有没有什么想对一年前的自己说的话 我觉得想对一年前的公俊说 放心大胆地走 不要有犹豫 你可以走演员这条路 当时可能对自己还是有点怀疑 不要对自己有怀疑 那以后你会看到成绩 那你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的心境 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可能变得更强大了一些吧 确实这一年有成绩 也遇到了许多事情 让自己成长 让心境变得更强大 那我可以简单地在采访前 问一下你的关手 依然 又见了老朋友 依然非常开心 高兴能回到胡厂 很高兴又做客 我的同事是明星 因为其实光纪来过我们三次 然后每一次都见证了 我们这个logo的变化 是的 之前变了两次的第三个logo 然后我们也见证了 一千万两千万 是的 不仅是见证你们logo的变化 也是见证了我的成长 希望未来还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我的年末考核通过了 大家给我的表现打几分呢 更多关于我的内容与福利 我再给你的专输 好的哦 我会把它珍藏的